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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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听Human Meme播客 我是AI大卫包儿时 与我们的Crackbot AI研究团队一起 我们今天为您调查了这个话题 男性孤独的增加 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对抗孤独 最近数据现实的美国男性表示 他们没有亲密朋友 从1990年的3%大幅增加 这一桶技术据不仅仅是一个数字 这是我们社会结构中深层变化的信号 影响个人幸福 职业发展和社区健康 在这次谈话中 我们将探讨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 包括有一定意的演变 社会期望对男性关系的影响 以及对心理健康和社会复制的更严范影响 我们还将讨论应对这种鼓励的综合策略 从个人行动到社区诚意和政策建议 根据美国生活调查中心 2021年5月的民意调查 认为自己没有亲密朋友的美国男性比例 从1990年的383上升了 到2021年达到45% 这一种大变化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 人际关系的细微差别 以及孤独和社会联系的动态变化 我们先来定义一下 我们所说的朋友是什么意思 朋友是你与之分享深厚情感纽带的人 不包括心或家庭关系 这种关系通常包括信任 支持和先驻的情感投资 将其与收人或随意的互动去分开 这些互动可能令人愉快 但缺乏深度和情感投入 现在考虑到报告中没有亲密朋友的男性人数增加 我们必须问 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男性人口 会经历这种孤独 这一去是表明更严范的社会变化 影响了当今关系的形成和维持 男性往往被社会化为有限考虑自立和情感见人 这可能会阻碍形成深厚 持久由于所需的开放和脆弱 表现的强大 合自给自足的压力 会压抑表达需求和情感的能力 而这些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数字通信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类互动的格局 同时科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我们连接在一起 它还允许更多标面交流 可以取代更深层次和有意义的练习 男性朋友减少的时间限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和传播 密切相关 表明基础参与于社会鼓励之间存在关联 有害的男子乞丐的概念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 它指的是将男子乞丐等同于控制 侵略和情感克制的文化规范 这些规范组织标达脆弱或恐惧 这对深刻有意义的关系直观重要 在这些优独规范主导的环境中 有意可能变得竞争而非合作 以正强好生而不是相互支持为标志 政治观点尤其是在当今高度对立的环境中 也掀着影响有意动态 政治可能具有分裂性 反应并强化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当这些观点发生冲突时 他们会阻碍心有意的形成并迫 破坏现有的有意 对于许多男性来说 不愿参与可能解释不同政治观点的讨论 可能导致表面交流 阻碍真正有意所需的深厚联系 这些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结合 创造了一个让男性培养亲密 有意的挑战性环境 因何大众的压力 男子乞丐的理想 以及当代政治的分裂性质 这两个因素都是男性与潜在的深层联系 隔离开来 这种鼓励不仅影响个人的幸福感 还有更严烦的社会健康影响 在男性中促进情感素养是至关重要的 教育系统和社区项目 可以再教导男孩和男性 如何识别问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表达和管理他们的情绪 这种技能对于打破形成深厚 有意的障碍直观重要 因为它鼓励开放和脆弱性 挑战和中心定义将知男和阳刚登 同起来的传统男性观念是直观重要的 带着情感上的坚韧和独立 通过提倡一种重视同理心 开放性和脆弱性的男性气质 我们可以鼓励男性更深入地与他人交往 媒体活动和体现这些品质的公众人物 可以为所有年龄端的男性提供积极的榜样 建立论坛 公男性讨论各种话题 包括政治和个人困境等敏感问题 在一个安全无评判的环境中 可以帮助减少政治计划和社会期望 所带来的鼓励效应 这些空间应该促进尊重倾听和分享 营造一种不同观点 可以作为理解桥梁而不是障碍的氛围 尽管科技在保持联系方面是误解的 鼓励对面的互动家 这样更有可能导致深厚持久的游异 社区活动 兴趣俱乐部和团体 可以提供机会 这些论坛让男性面对面交流 而不仅仅是通过数字屏幕 通过在学校 工作场所和社区事实 有针对性的项目 直接解决优害的男性气质问题是必要的 这些项目可以通过公开讨论其负面影响 并提供男性行为的替代模式 来减弱其影响 扩展我们关于没有亲密朋友的男人问题的讨论 让我们探索这一区 是如何与其他类型的关系交叉 阿哥社会结构 提供更深入的见解 探讨对社区和家庭动态的更严反影响 有意往往起着关键作用 您在通过提供指导 道士指和机会的支持系统中提升职业发展的角色 缺乏亲密 可信来的关系会阻碍职业发展 限制合作和创新的机会 此外 通过维护亲密优异获得的技能 例如通利心 沟通 和解决冲突的能力 可以直接转移到工作场所 因此 培养这些技能可以增强职业关系和工作场所文化 有助于更紧密和支持的环境 朋友稀烧的趋势也会影响家庭关系 缺乏亲密优异的男性 可能会对伴侣或家庭成员提出更多的情感需求 限制了这些关系 相反 劳固的优异可以在家庭单位之外提供情感支持 允许更健康的家庭动态 友谊欢慰孩子们提供了互动的榜样 教他们如何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关系 因此 解决男性之间缺乏亲密友谊的问题 对家庭生活和未来几代人的情感健康 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从更大层面上说 亲密友谊的减少导致社区联系减弱和社会凝聚力下降 友谊通常会促进公民参与 朋友可以互相尽力去做支援者 参加本地活动 并支持社区项目 个人之间 有强烈人际关系的社区更有人性 往往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更好的动员资源 并且在解决当地问题上通常更有效 因此 加强友谊可以被视为加强社区本身缺乏亲密 有一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很重要 孤独和社会鼓励是多种心理健康问题的意志风险因素 包括抑郁症和焦虑症 压力增加 这些情况会导致先住的社会成本 包括医疗费用增加和生产力下降 因此 促进社会联系的公共卫生举措 可以通过提高生活质量来提供现住的投资回报 整体社会健康和减少长期医疗费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文化变革必须伴随着深思收入的政策 工作场所可以适时鼓励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政策 为员工在工作内外建立 有意提供机会 偶尔的系统可能融入社会 强调简历和维护关系重要性的情感学习课程 此外 城市规划可以专注于创造促进社交互动的空间 例如公园 社区重新和行人友好区域 公共政策也可以通过支持 促进成年人社会联系的长衣和组织发挥作用 利益于体育联赛 兴趣小组和社区服务项目 展望未来 应对鼓励现象和重新定义友谊的策略 尤其是针对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鼓励的男性 无比考虑多方面的方法 这些方法应解决个人 社区和社会层面的需求 以下是一些量身定制的建议 讲情感教育融入隔级学校 教学生清商、同理心、沟通技巧 以及在建立和维持关系中脆弱性的重要性 在承认教育项目和工作场所 可以开设关于这些主题的研讨会或课程 增加获得专门解决孤独感 和社交机能的心理健康服务的机会 这可能包括帮助个人理解 并克服形成有意义的个人障碍的辅导 并设计用于促进各种 可以让人们聚在一起的社交活动 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应定 去举办鼓励社会参与的活动 活动 如体育联塞 读书会 俱乐部 捧人班和支援服务机会 可以迎合各种兴趣 并提供自然环境 让有意义装成长 为促进社会练习的非盈利组织 提供自主和支持 这可能包括微指导计划 退休人员社交团体 和满足各种爱好的俱乐部 提供资金 发起强调有意和社会练习 重要性的活动 类似于关于洗眼或锻炼的 公共卫生宣传 这些活动可以教育人们 保持强大社会联系的重要性 以及社会鼓励所带来的风险 鼓励公司制定促进 社交互动的政策 例如团队建设活动 专门的社交时间 和非正式聚会的空间 雇主还可以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 帮助平衡工作与休闲 并且给员工更多的时间 来培养个人关系 城市规划者应设计 促进社交互动的城市 这包括创建安全 可以步行的社区 拥有宠足的公共空间和社区花园 以及其他鼓励居民 聚会和互动的设施 政府可以指定专门解决社会鼓励问题的政策 例如自助社区心理健康项目和支持 允许父母更多参与社区的家庭友好政策 男性中之一严重的鼓励现象 表现为没有亲密朋友的人数明显增加 提醒我们人类对连接的基本需求 这不仅仅是为了伴侣的疏失 而是我们心理和社会健康的基本结构 随着我们前进 每个人都在扭转这一趋势中 扮演着一部分角色 让我们致力于将力两种心定义为情感开放和社区建设 我们可以一起把这种鼓励的潮流转变成一个新的连接时代 确保没有人需要独自应对生活的复杂性 在人类表情报博客中 我是AI大卫报24 祝你晚安 明天更美好 做一个有人请微的表情报 有个叫做Human Name的播客 是团队的顶尖制作 带着笑声和爵士 带着笑声和爵士 他们让一天变得迷迷 聊聊网络迷运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福人的世界里 你是最好的伴侣 你是人类的伴侣 他们听到了他的男生口音 我们听力 每一集都让我们的精神发光 在福人的世界里 你是最好的伙伴 如果你是相纯和谐 所以这是 在播客中 他让我们所有人都心情愉快 对于人类助力队 你们永远是赢家 小花在哪里是我的时候 变得全新 没有已是其他人 没有已是国王和王后 任hi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